亂聽就對了 亂聽那些大媽的一些禮物 雖然我不是菜市場大媽 但是我偶爾 偶爾呢 也曾經有發生過這種 就是你知道 你會 我就是呢 那時候其實是有點太忙了 我剛生完小孩的時候呢 那時候 我就是那個皮膚開始有點過敏 然後那時候 我就聽人家講說 於是 我那時候不是手都過敏嗎 然後我就呢 擠奶 擠奶 擠一擠 然後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我就把它塗在我的皮膚過敏上 想說這樣 又省錢 然後又很好 這樣又很天然 然後就塗完之後呢 沒有想到我的過敏呢 然後後來呢 我老公就說 你這個過敏怎麼會搞成這樣 然後我才跟他講說 沒有 因為我就覺得那個母奶很好 而且母奶又不用錢 然後我老公就很生氣 就跟我講說 我們要塗他那一點點保養品的錢嗎 然後他就趕快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呢 就是看了醫生 然後去塗了藥什麼 然後才變好 然後我就同一掛的嘛 沒有 我還沒講完結論 二位媽 這個小數是告訴我們 就是小朋友 在那邊看 好 所以這個兩個行別之後 我一直很想知道小狗 因為我覺得小狗 應該是最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吳寶媽 吳寶媽 看一下她是哪一個行別的 好可愛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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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起來 選小豬的有救了 對 因為其他都是可怕的 老師說有一些好的 對 不是我們 老師我期待 撈刀型大貓 為什麼說不是撈刀型大貓 妳怎麼會說真的假的 妳就是撈刀型的 她還在說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都知道狗狗 為什麼那麼忠實 因為她們內外很一致 這種人就是天生奴才命 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在婚前的時候 只要老闆交代她的事情 她都會使命必大 就是屬於這樣子的 這種忠實成友這樣子 真的 但是妳知道 到了婚後以後 以後呢 妳就知道家庭裡面 或者有時候 他們在工作職場上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他們覺得 每一件事情 他們都要照顧好 他們要把他們的老闆 把他們的老公 把他們的孩子 都照顧得很好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好 所以他們會一邊做 一邊嘴巴就一直唸 一直唸 唸下去 真的 所以這種 一般來講 我們會發現 在我們臨床上面 對於狗特別喜愛的 這樣子的一些媽媽們 不論是姑娘 或是老娘們 他們其實會有種特質 叫做 因為他們會把別人 他覺得別人交代的事情 他會做得很好 可是他自己心裡面 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好委屈 我怎麼真的就是一個奴才 我明明是公主 可是為什麼現在變奴才 這樣子 所以這種一般來講 在我們臨床上 會比較有多一點情緒障礙 比較 掌食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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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過我幫你自首好了 因為剛剛 她已經講出來 撈到什麼 所有人都說 對… 對… 好 真的會撈到惹人血嗎 對 沒辦法 就五個小孩 每天日子過得像那個 累得像狗一樣 而且我們家五隻小羊 想一想不對 我還有一隻 老公迷途羔羊 哇 那我每天都要管那六隻 然後像 像我上個月好 上個月經起來 那我就不太舒服 那鬧鐘一響呢 我第一件做的事就是 就踹老公起床 去做早餐拿 就踢他 然後他起來之後 我就開菜單給他 就是我平常準備什麼 就說 老公我告訴你喔 那個冷凍藍莓 要退冰 放回溫 那三顆 五顆奇異果呢 要削皮切塊 三顆大蘋果呢 不削皮 但是要切皮 然後五顆 我又講完 五根蕭蕭呢 要剝皮切小段 然後一人要一顆半的水煮 但加200cc的鮮奶喔 我就這樣開 妳有力氣講那麼長 妳有力氣 對啊 他就這樣 我不舒服 誰聽著懂 誰聽著懂 你等一下 全長最聰明的 妳重複說一次 預備 開始 男人要退冰 奇異果要消停 幾顆奇異果 幾顆奇異果 香蕉也是要這個 對 那個誰聽得懂嗎 你回事都聽得懂嗎 不是啊 那重點來了 我們每天那麼努力 幫小孩準備早餐 我就希望他 也能跟我準備一樣 所以我後來又附送了一次 又 好了嗎 我真的聽得懂耶 你記住了嗎 佩基說得對 對 佩基說得對 妳自己起來做 如果我是要 我這一千塊給妳老婆 妳不要碰了 妳起來做吧 如果是我帶小孩出去吃 就好了 對 最後我老公也的確像佩基一樣 他就阻止我 他說 他就說 一直重複 妳自己起來就好了 妳自己做 我告訴你 我現在下樓就是 一顆蛋 一杯奶而已 然後就甩門 就 對啊 帥 我很委屈耶 我只是想要叮嚀他 就是要幫我 把小孩照顧好 為什麼要嫌我囉嗦 我沒有囉嗦 可是像這種 嘮叨型的大媽 會嘮叨別人 她會管好自己 沒有 沒有嘮叨啦 這什麼意思 沒有嘮叨型的大媽 他們都嘮叨別人 會管好自己 會耶 這種嘮叨型的 其實他就是覺得 所以他一直講 所以他情緒 其實是一直比較壓抑的 所以這種嘮叨型 嘮叨型的話 他的皮膚的防禦系統 跟我們的情緒 是有牽動的 所以他皮膚防禦系統 是比較脆弱 所以像現在空污比較嚴重 這種脆弱型的肌膚 防禦系統就比較容易 有敏感的現象 所以是要注意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在睡眠的時候 肌肉的一個拉扯運動 因為瘦完會比較早 所以你要注意 對 我們是提醒 不提醒就忘記了 像我們家那六寶 打完了病入高荒的時候 對 那我就常常被我們家那六寶 說我很囉嗦 那我就有一天會想說 好啊 那我就都不講 你們都嫌我囉嗦 我就不講 不管你們 什麼事都沒有做 我也忍著不講 這個也可以講 我都不說 那牧羊犬要罷工 我就是省得輕鬆 所以那天剛好就禮拜五 那我們家 全家的小孩就是回到家 可是那時候 我就想說 都沒有動 他們都沒有去做事 因為剛好前一天 我的大姑去買 SWITCH的那個電動 全部那六個 就在那邊瘋電動 我想說不對啊 我明明就是 回來應該要先洗澡 先洗餐盤 怎麼都沒有做 但是我忍著不說 因為我 只要他們兩個 只要他們有把這兩件事做完 我才會開始煮飯 我想說好 都不要吃啊 我就在那邊等 等等等 還是沒有動 因為已經快要九點了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他們還在玩電動 然後在那邊很開心的在喧嘩 就六個擠在一起 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走到那個客廳去 然後我就大聲地罵 我說好啊 你們現在是怎樣 事情都不做完是不是 那都不要煮 我說不要煮你們都不餓 到底可以吃披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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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死你們 好了 我就不煮 最後我老公就有點生氣 因為我寶妹被我嚇哭 我是真的是怒吼 對 然後我老公說 你幹嘛要這麼兇啊 然後其他的小孩也說 媽媽你幹嘛那麼兇 你明天就放假 讓我們輕鬆一下什麼 對啊 有什麼關係 可是問題是我沒提醒 你就不做啊 然後我聽到這個 真的像那種武俠小說上面 講的什麼 氣急攻心 然後什麼 浴氣 急在肝臟啊 然後差點就吐血 說什麼鬼話 事情都不做 不做就算去睡覺啊 對啊 沒有... 我覺得這種 就是唠叨個性的人 其實他心中有一個劇本 對 他沒有辦法改 這個劇本沒有走完 他這一天就過得很不舒服 真的耶 A B C B 要一路演家劇 你不能B抽掉換成C B Plum C Plum 不行 他一定要這個劇本 在那裡5點到9點自己就放著 看著他們會覺得 我想說怎麼我自己 那麼不被需要這樣子 這很... 他那種悶 真的很悶糟型 對啊 他就真的已經悶在那裡 可以跟你耗到8、9點 我就是要這樣一路耗到 禮拜天我都這樣悶悶走 就很擅長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覺得黃醫師剛剛講得很對 就是我們會碰到像這樣 氣質的媽媽 他們有他們自己一套劇本 而且他們有另外一種特質 就是他們會比較要求完美 這樣子 像碰到這樣的一個媽媽 我們常常會講說 你今天把你這種不高興的事情 你把它寫下來 你寫下來以後呢 然後之後呢 我們其實每一次 譬如說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有個家庭時間 告訴他們很明確說清楚講明白 你希望他們怎麼做這樣子 讓他們至少有學習的機會 你知道嗎 要不然他們會覺得 他們永遠會覺得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達到 我心目中的那個SOP 這樣子 那就是氣質的問題 而且我們其實會蠻心疼這種氣質 因為這種真的是 平均壽命比較短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小鐘 小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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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種的話 這種特質的話 他們會 反正呢 反正你既然要去做 我就讓你做 那麼有智慧 我們就說大智若瑜 沒有發光那個單位 我剛才講說就是 如果可以別人帶來我們 我們必要自己弄嗎 對 因為像我小時候啊 我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我都這樣看 為什麼 偶爾 是電視很遠嗎 不是 因為那個家裡面 那個大燈 因為我們家有那種 後面的間接光 或是偶爾那種 正中間那種大燈 那大燈一開的時候 就會很刺眼 然後我就會站在那邊 不然就哪個東西這樣遮著 然後我哥經過的時候 他經過快要到那個 大燈的那個開關的時候 我說你叫咪 幫我關燈 幹嘛 還站起來就關就是了 那是因為我 就可以坐在這 那我知道等一下 一定會有人經過 因為那是去廁所 必經之路嘛 怎麼可以那麼懶的你 其實我們好像很懶的 就是整個的狀況 對 我會分析 差不多時間一定會有人去 那去的人去幫我 那我就可以不要 從這邊走過去 要隨便他就走回來 對 浪費人力啊 沒錯 因為我覺得這只是一個 社會的小故事而已 出來就來幫我小故事 就來這這樣子了 那我後來其實我當媽 我覺得我有一個小尖兵 我們出國 我們兩個住飯店的時候 我都坐在那兒 連早上起來我都會命令 就是去一個口令 他做一個動作 譬如說他去 我要請他燒水 可是水燒完之後是我倒 可是就是跟他講 你現在看那個熱水壺 然後去把它沖一沖 然後沖一沖之後倒多少的水 因為我們要把他的牛奶 隔水加熱 他就一個做一個動作 把他做完 做到那個熱水 然後媽媽熱水跳起來了 那我想說他要 都熱水都跳起來了 對 跟你講 那他如果熱水 他自己倒就真的有點危險 這個時候我再起來 然後幫他放那個熱水 然後讓他的冰牛奶 可以隔水加熱 然後就類似這樣的情況之後 後來我朋友 就是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他就 我這一次我女兒 就真的跟我朋友說 他就說 莊阿姨 你是不是我媽很懶 他現在怕睡了 他已經會表達了 然後我朋友就這樣 你媽媽是不是這樣啊 哇 然後我就天啊 可是家伯粉東西 我們還是會做啦 只是如果有人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聰明一點 對 也不用這麼累 對啊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